二零一五梅花旗全國大學錦標賽 奪冠大熱門文化大學 八長戰交手五鳳科大 靠著全隊十三資安打 還有投手群輪番壓制 以八比零晚風對手 順利取得四強門票 已經在梅花旗勇奪C座冠軍的文化大學 上屆決賽敗給國立體大 屈居亞軍 今年捲土重來 誓言奪回王者寶座 覺得我們現在機會滿大的 然後今天贏了 然後又禮儀目標又越近了 那就是每一場就是認真打每一場 這樣就好了 曾經代表中華隊出身 亞錦賽的內野手蘇智傑 還有捕手張敏勳 今年都升上大四 成為經驗最豐富的老大哥 畢業之前兩位好手都希望能創下 佳績 為大學生活留下美好回憶 我覺得有沒有當國手也好 就是我就是只要升上學長 那我就是要就是責任嘛 就是以身作者 然後把我的學道的 然後就是到中華隊學到經驗也好 還是一些技術方面也好 還是心理層面也好 我覺得就是只要看到學弟的缺點 還是看到球隊有什麼缺點 我就是希望就是針對我們練球的時候 還是大家休息的時候 就去加強 然後去大家互相討論 這樣子 我覺得一個球隊 因為棒球是一個團隊嘛 我覺得一個球隊就是要這樣多多討論 然後大家多努力這樣 然後默契 然後這樣就才會有一個好的成績這樣子 兩位押緊國手回到母隊出身梅花旗 眼前目標非常明確 就是要為文化大學打下隊士 第十二座冠軍 我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